甚麼是極限 給你一個問題 2公升直四Turbo引擎 可以推到它多準 300,350,400 421匹馬力 它剛剛打破了這個極限 不少熱血車迷一直期待 全新一代Mercedes-Benz的A45來香港 很可惜暫時未有消息 不過它的終極版 45S和CLA45S就來了香港 A45S和CLA45S就第一次出現 加上S就代表承認更近 將A仔和CLA更加推到盡 將它終極化 這時候這輛車最大的亮點 當然就是頭蓋內的動力心臟 這副代號M139的全新2公升直四Turbo引擎 馬力可以推到421匹 0至100匹3.9秒 比起Audi RS3 2.5公升直五計 重要帶力 它之前在Luburink賽中 創出單圈速度 直逼保時捷的911GT3 RS 你說快不快 另一樣值得看就是這副引擎 擺放位置的方法都不同了 它是180度調轉了 令到真正的Twin scoreTurbo更加靠近司機位 排氣的進氣系統會靠車頭 令到空氣動力學到效能更加好 散熱效能更加高 這副One Man One Engine的引擎究竟有多強 就真的試車才知道 或者問問引擎員 阿Fabio 鞠躬得這麼行 是否真的可以 說到外觀了 相比起上一代新的A45S 是否有型很多呢 尤其是車尾 黃色車身加黑色頂致尾翼 夠大隻 新尾燈 新擾流 這條擾流夠立體感 四出方喉變成四出黑色AMG圓喉的造型 真是不吃得 都能嚇人 不過大家不要開心 這麼早就住 因為這款頂致尾翼 和擾流都是要選擇加錢的 開尾箱給大家看看 實用性比上一代A45 好多 大很多 這位置闊很多 擺東西方便一點 回來車頭 造型也很有新鮮感 都英俊了很多 鬼面罩拉大了 形狀也不同了 我以往是U型 現在改用梯形設計 改了直扣 變得更穩定 加上頭燈 拉長了 變成長長尖尖 又是一個新的擾流 你看這條粗粗的黑色邊 亮度是否很漂亮呢 這條邊 和旁邊好像腮位的風刀 都是選擇 整個套餐 連上尾翼 連上Diffuser 整套 16,000多 連續32,000多 似乎這三萬多元 不用不行 上車看車廂之前 大家看看這條19吋的AMG Link 它性輪那麼強 當然有這麼強的制動系統 原配AMG綠末塞的比利卡鉗 至於車廂 相對地的新鮮感 沒有外觀那麼大 唯一最搶眼 第一眼就是AMG的軚環 以及這張AMG的桶椅 造型外觀夠照的 而且軚環還有多了兩顆按鈕 更好一點碳纖 鏡皮 整件事會更有型 更有型格 跟之前A45不同的地方 也有 雖然同樣採用 Fothmatikus的四驅系統 之前就是7速 現在換了8速AMG Speed Shift 的Duel Crouch 波箱 最好玩的就是 當然很多車迷聽到 都心癢癢的 它就多了一個Drift Mode 這個模式 只要你開著Race Mode 關掉ESP 利用撥片就可以啟動這個模式 全靠它有一個Torque Control 是用大部份的扭力 去到車尾 四驅都可以玩 最後講到大家最關心的車價 它的車價92萬8千 差不多100萬 嘩 值不值 試了車可能就知道 同時一齊到港的 當然還有這部CLA45S 車價貴597萬8千 基本上所有餡料都是一樣的 外觀上有點不同 它就原裝跟著L Dynamic Package 但它的 Package 又不同跟A45S 斯文很多 這部已經加了 選擇得這個LV的辣車 好像那一部 好一點 你說政府是沒用的 你叫它做什麼是不會做的 你靠政府就死了人多